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是一位国际投资银行家,也被认为是中国以外为数不多的真正懂中国的人。 日前,库恩在纽约接受了中心社记者的专访,今年75岁的库恩窟外打乒乓球,30年前他首次到访中国时,就曾为打乒乓球逃掉了中方为他们安排的京剧演出。 我认为了学校武园,并在医生和技术游空运出发展。 我曾经在学校徒的时候,一年也在学校徒生活之前在码尾若语游空运专门中心轻率暂。 我告诉她,我认为自己希望进入于昂夜或许习宗空运的小会。 我认为自己喜欢际游艺,因为我并为自己的阵断游游游乐球运的小会。 我并为我并为零豫天使我认为室友漫的人, 我并为自己喜欢际游乐球运和尸俄同学者又继终。 decides to have fun and he said you're not allowed to do that you have to go to the Beijing Opera and then I said you know we're here to talk about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entrepreneurship means doing things differently if you're not willing here I came ten thousand miles you're not paying me anything I'm coming here to do you a favor to help you think and you're not willing to do what I want I said if you don't help me do what I want which is to play table tennis 库恩说 朱亚当考虑之后 真的帮助他实现了愿望 他们两人的友谊保持至今 并且成为了合作伙伴 库恩说 当时中国给自己的第一印象 是从这个年轻人和其他许多中国人身上 感受到的一种朝气 这次中国之行 也改变了库恩之后的人生轨迹 作为一名中国问题专家 库恩被誉为致力于向世界讲述 当代中国的国际友人 但他对记者坦言 自己最初从未计划过 要将讲述中国作为一项事业 首次访华之后 库恩的确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 90年代初又多次前往中国学习 研究中国的文化 1996年代 人们不相信我 他们认为 大家都仍然在买猫裤 和在继续文化中 继续文化中 1997年年底,库恩参与了中央电视台电视节目《资本浪潮》的拍摄。 这套节目播出后取得了良好反响,他也因此被许多人视为研究中国的一位专家。 库恩于2000年出售了自己在美国的企业,开始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并通过接受媒体采访,参与制作中国主题的纪录片等方式,向世界讲述他眼中真实的中国。 谈到自己获得的中国改革有意讲章,库恩称自己对此感到非常自豪。 在库恩看来,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变革之一。 改革开放不仅令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也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益处。 库恩强调,伴随改革开放带来综合国力的巨大提高,中国也需要适应自己在国际社会中位置的变化,去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IZ Uh,The forty year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ll be one of the highlights, uh,in terms of the advance of human civilizati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